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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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說 這次我選的這個園區很厲害 他們跟這個大學合作 就把整個園區變成綠油油一片 很多分多精, 多搜尋幾下 整個園區有一千坪那麼大 但最多只會收55個人 不會收多, 免得影響到環境 寶貝幸運了吧 怎麼這麼好 這裡其實是一個生態園區 在櫃檯可以看到很多植物標本和解雪 真的跟一般的露營區很不同 位於南台的綠谷香 這裡有絕美的自然景觀 我們住的是森林小木屋 除了餐廳之外 營區還有不同的森林步道 給大家慢活旅行, 親親大自然 好, 好, 好 剛剛左上來真的有一種 童話故事中那種小木屋森林的感覺 對 這個園區有不同種房型 這個就是雙人木屋 很大的木頭味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一種是水泥的生態屋 那個就小一點 這個就大一點 木屋裡面是沒有冷氣的 但其他好像是傢俬電器 該有的都有 連臨霜最關心的浴室 都令到我們很驚喜 因為空間真的很大 而且是乾濕分離 所以我們今天是住在這裡嗎 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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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住更加厲害的 這個才是我們住的木屋 哇塞 你看 你看 這個陽台很棒耶 我說得到 有 有 這個空間很棒耶 很適合晚上在這邊 可能很開心 很興奮 對 外面的景觀又好 又有得坐, 又有得吃 還可以曬太陽 對耶 外面這麼棒, 裡面更加棒 這裡我好喜歡 你看 這裡好可愛喔 這裡很適合跟朋友一起玩什麼 桌遊啊 打牌 打牌 對啊 還有榻榻米 還有樓梯 可以通行 樓中樓 上面是一個房間 有嗎 上面是一個房間 有床的嗎 有床 很大耶 不會很壓迫 它上面有這種三角形的感覺 很可愛 這樣應該好好拍照喔 可以打卡 但是我還是想看一下他們的浴室怎麼樣 應該要更澎湃吧 你呢 對浴室呢 情有獨鍾 對 必須了 喜鄉鄉的地方耶 唯有 有這個檜木桶的浴缸耶 哇 我猜不到呢 在這個圓區裡面竟然可以浸浴啊 我自己蠻喜歡泡澡的 尤其在早上的時候泡澡 可以消水中 這裡真的很大耶 比剛剛那個更大 我很喜歡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間大的木屋 這個樓底很高啊 一進來 推門進來就聞到 很香的木的味道 我覺得呢 所以這裡超級推薦這個 森女系的女仔 男底也可以的 因為 因為這裡就可以被樹木包圍住 還可以住這個真是小木屋 我覺得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吃晚餐 吃飯了嗎? 對 吃飯了 吃飯了… 這個玻璃很漂亮 這裡的晚餐是蒲菲的形式 不需要自己煮就能吃 而且選擇更多 由中式到西式都有 看起來也很精緻的 晚餐 對 小姐 是 我們只有兩個人 你… 這麼多滿漢大餐 狗大鬼 我真的太餓了 而且它看起來超好吃的 魚 這個魚看起來就是… 你看它的肉看起來就是超級嫩 而且它上面的香料非常充足 我要搭配飯幾次 好 好好吃 它上面是那種清香料 所以就變成… 這個魚肉變得很有味道 好香 這個叫做地中海烤魚 魚肉的口感偏紮實 但是我的香料真的不錯 接下來我要吃這個 原來你是飯桶 不是,我是飯桶 這個味道很滑順 然後放在嘴巴,它就咕嚕 也不用咕嚕,就噴下去 對,都好幾話 咕嚕直接掉進食道裡面 下去 吃飯的位置 而且它的蛋香很濃郁 其實我覺得這一頓晚餐呢 我可以給它90分 90 對,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對於露營餐的了解 通常都是吃那種烤肉 或是吃火鍋 然後那種東西就是要等一陣子 才可以吃 像我那種很容易就是很餓 然後吃到直接可以拿到這種 吃飯桶,我覺得超棒,超貼心 對,因為平時我們去 就算懶人露營也是 其實都很流行你自己燒東西吃 或者自己煮火鍋 但是呢,這裡就不同了 這裡我全部廚師做好了 放在這裡 你自己自助式,抱飛的 想吃就吃 那我們明天的行程 有什麼想法嗎 既然你都問到 那我就大發慈悲想告訴你 明天 明天我已經找了兩個打卡點 我們可以貼近大自然 體驗這個農家的生活 會不會太累了 不是耕田,你放心 是接近的,接近… 不過如果你怕累 我們去體驗完農家生活之後 還有一個主題樂園 可以玩了 可以玩了 好像大 真的 在這裡的露營 絕對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條森林步道 園區裡總共有四條步道 一年四季的風景都不同 全部走完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趁著檢查之前 一定要來看看 說明自然是女子旅行 怎麼可以不去森林裡散步呢 我們現在走這個叫森林谷步道 這條步道上面 所有植物都有它專屬的名牌 它叫甚麼名字 英文名字 學科名字都在齊上 想來知道這個森林生態圈是怎樣 來這條步道就適合了 但這條步道很長 我覺得很吸氣 不過真的有這個探險的感覺 離開完區之後 就來到今天第一個打卡點 這裡是鹿谷香相當出名的柴園 不過林生以為我們只是來這裡散步 林生 林生 香 這個,一個給你的 你幹什麼?我們不是做不到嗎? 對,我們去報道 邊走邊說 快點… 你看到處 聞到嗎? 茶的味道 我們來這裡拿著兩個籃子 就是要彩茶 很棒 對 你有試過彩茶嗎? 是嗎? 對 對 我告訴你,彩茶有些巧妙的 首先,這一片 看到嗎? 清清嫩嫩的 這個叫嫩葉 另外,你看到周圍有些較深色的 就是粗葉 那些是不可以彩的 它是要留養分給嫩葉的 我們今天要彩的茶種叫冬茶 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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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它是烏龍茶的品種 不是的 我真的想喝烏龍茶 真的嗎? 那我們一會兒再彩多一點 因為老闆跟我們說 你可以隨意彩 all you can eat 哇塞 那我把整片都彩完 老闆說,你彩到就彩了 因為是很大片的 這個茶園 位於海拔1300到1500公尺 他們的烏龍茶享譽國際 是混合造林的方式去種植 而且這裡還種了很多銀行 號稱全東南亞銀行最大的造林地 我們現在走的觀景報道 就是被遊客免費參觀 走在比樹林包圍的木棧上 散步起來真的特別舒服